词曲 李宗盛 总看不管你都变清晰 想在历史记忆 刻下我的印记 要用多少力气 爱才能被允许 我们的手分开的前行 要多久才能变清明 你看见面的流星 来自随遥远起立 找寻了几个世纪 却如此坚定不应 以星星的命运 许下了决心 你是最美的秘密 变成身边的流星 守护你所有真心 不怕路途的远距 我会降落你心底 曾经有你一起 交换回忆 变成不变的约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陪女人逛街啊 这陪女人逛街啊 真应该列入当代十大酷刑 这我不是也是刚陪完亲戚逛街吗 累死我了 你知道吗 这女孩有多奇怪 她买东西从来不挑 进了每家店直接刷卡 我还真是不懂这些有钱人的世界了 我也不懂 对了 我听说 这姑娘的父母从来不管她 只给她钱花 而且她总是生病 这吃药就跟吃饭一样多 感觉她挺正常的呀 我不知道 这是我休息去了 我已经平时说的 这儿没什么事了 你们先回去吧 我现在开始吃药 吃药 吃药 我不是最初的 喜爱的 我现在arf voix 这个时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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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真 你怎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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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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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总怎么样了 他挺好的 别说他了 说说你吧 上次就让你给绕进去了 害得我挨了一顿骂 这次 你给我老实点 我没什么好说的 这是我问马总要的特权 去人事部查了你的资料 你给我解释解释呗 为什么你开除了还能回来 还做了董事长私人医生 你是不是想报复董事长 不好意思啊 让您失望了 我不是来报复他 恰恰相反 我是来报恩的 也是董事长聘我回来 做他的私人医生 这是我和董事长的邮件往来 是他聘我回来的 很奇怪是吧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 当年那件事如果闹大 我不但会没了工作 而且会找不到工作 是董事长替我扛了下来 内部处理了我 给股东们一个交代 董事长知道 那个客人的死 根本就与我无关 突发心脏病 也就只能做急救处理 医院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无色处理得当 只是病人的病情来世太凶 也没有办法 家属又不依不饶的 所以董事长 只能内部处理了我 还赔了大笔的钱 作为封口费 后来还给我找了一份工作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会撤了医务部呢 董事长觉得 是他要坚持成立医务部 才是我受了这么大的冤枉 因为这件事 差点断送了我的前程 他不想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没多久这件事过去了 董事长觉得自己身体不好 就聘请我回来 送了他的私人医生 你确定 我非常确定 这件事情上 我非常感激董事长 所以你现在必须让我回去 为董事长看病 董事长病了这么多年 我一直跟着他 突然换医生 这可是大忌 马总 李医生的事情 我已经查清楚了 我选择相信他 夏雨昕 我是让你去调查他 你不是被他反侦查 这是被他洗脑 你怎么回事 马总 当年的事情 李医生他也是冤枉的 这客人心脏病突发 本来就是无力回电的 而且 是你爸把这件事情 扛下来的 所以李医生对你爸 非常非常感激 他是在报恩 不是在报复 而且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他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你还仔细观察他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很有可能只是 他的一面之词呢 马总 一直以来你爸的病 都是他看的 你说你现在开除他 这临时换医生也是大姐 再说了 我觉得真要为了你爸好 你就不应该 我就是为了我爸好 才一定要换掉他 请进 夏先生 打扰你们汇报工作了 你来干什么 我想和你谈谈 想谈什么呀 其实你没有必要找人来调查我 你想知道什么事情 直接问我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怀疑我 但我告诉你 我对董事长只有感激 没有恶意 马总 李医生 董事长忽然生命体征异常 没有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 不得优优独播剧场 不得优优独播剧场 我方便单独跟你聊聊吗 好的 谢谢你啊 李医生 不必这么客气 其实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我把所有的事情 都已经告诉了夏先生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可以去问他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 只是希望 您可以谅解 我那天紧张的情绪 当然 这个也是人之常情 其实 你担心的并没有错 董事长身边确实存在着危险 但是那个危险可不是我 徐医生 那您的意思是 这么跟你说吧 董事长如今的身体状况 确实是被人所害 医生 您是不是知道谁害了我父亲 您可以告诉我吗 这个我不知道 这是真话 我也只是在董事长身边久了 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感觉 我只是个医生 不是侦探 你要真想保护好董事长 就必须要找到这个人 我知道 这也是我一直留在这里的原因 大小姐 身体还没有恢复 你能不能不这么跑了 不行不行不行我累死了 我累死了 我跑不动了 一个男人 这就不行了呀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你是斗M吗 你身体不好还这么跑 你不要命了 你还有劲吗 咱们晚上去酒吧街吧 你说什么 酒吧街啊 你一个快高考的人 你去酒吧街 人家在餐厅吃饭的时间都在看书 你还有时间玩 看在你水命赔我的份上 我告诉你个秘密吧 我根本不想考试 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跟你说 高考关乎着你以后的未来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是不想考试 你不考试你怎么考大学啊 行了 走吧 去哪儿啊 酒吧街啊 我还要工作啊 好吧 那就回去吧 你怎么还不走呀 等你量完体温我再走 准饭 快一点凉 高考模拟试题 现在高考得这么难吗 我怎么一到都不会 多少顿 三十六度大 还行 那我先回去了啊 好好学习准备高考 今天呗 你没发烧你吃什么药 吃什么药 鲁米呢 你疯了吗你 这是镇静药你知道吗 是吗 因为只有我生病了 他们才会来看我 他们 其实这小孩看起来也挺可怜的 一直毒来毒 而且 他好像并不想高考 医生 你说他是不是考前抑郁症啊 考前焦虑并不是没有可能 那怎么办 这距离高考没几天了 人没事就行 他父母来了吗 说是今天会到 好 我倒是有一些别的想法 不过不能确定 是什么 如果他只是考前焦虑了抑郁的话 应该就不只是让自己药物热那么简单了 可能还会有一些自杀方面的倾向 可是我看他的情况 他其实并不想死 对 包括上次勇士的事情 他说他没想自杀 所以我觉得 他只是想要引起父母的关注 得到他们的关爱而已 不会吧 这么拼 他的父母对他要求非常地严格 但是却没有时间陪他 他们经常不在家 即便不出差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应酬 所以我觉得 很有可能是他在生病以后 得到了很多父母的关心和爱 这样的一个行为 才让他想要一直生病 这样他的父母 才会赶来他的身边 你怎么又为不先知了 没有 我只是感同身受罢了 我想我得找他的父母谈一谈 这个孩子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你想想 还有几天就要高考了 你说你又去游泳 又去跑步 你是不是故意生病 你们找谁啊 是你 女士您好 我是接牙酒店的总经理马可爱 我们非常担心您女儿的病情 所以特意来看望她 是这样 先生您好 我是接牙的老板马可爱 你好 请坐 我记得你 下游泳 小雅 你好些了吗 你是接二的老板 是 好 我请求你件事 您请说 戏完以后 不要让小雅子进入到你们的健身房 甚至 最好别离开戏要酒店 爸 李隽 教授皮静对你太担爱 才成了今天样子 非常抱歉先生 您的这个请求 我无法办到 我的天空突然落下 这脆弱的雪花 飘在我心上 和我一起融化 我的天空突然落下 这脆弱的雪花 可无挣扎 很快到终点了 能让你停下吗 该怎么说 才靠近我 我们之间 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还像你搬成土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没有终点的乘客 体贱离开的太多 如果拥挤任意快乐 遗忘寂寞的时刻 有谁等敢诉说 该怎么说 才靠近我 我们之间 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爱像你搬成土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曾经窗外的景色 如今只有我不舍 说过永远却走散了 发现剩下我一个 对着空气诉说 对着空气诉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